今天和大家分享 落享盛言的经文 是以西结书38章 主题就是 预言歌甲的战争 要掌握整个内容 应该将以西结书38-39章 组成一个单元来阅读 今天阅读的经文 是一篇难懂的语言 最大的问题是无法确定 知道经文中所提到的 歌格和马国 是指何人何地 说许歌格是谁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从经文中提到的战争 肯定的由歌格 率领一些 帮国组成的联合军 来攻打以色列 最终的 也是以被毁灭而告终 经文描述这一场的战役 将在末后的日子中发生 在第16节里面有提到的 至于是什么时候 学者就无一致的说法了 究竟歌格这一场的战争 是已经发生了 还是未发生 始终都无一致的定论 因此我们也可以将 视之为一个关于末世的预言 虽然本章的经文 有令人不懂 难明的地方 但是 身处末世年代的信徒 神仍然是透过这些经文 是给过我们一些的亮光 和学习的功课 首先 关于歌格的战争 由开始至结束 都看到神在当中 掌握战情实放 甚至主导一切 比如 好像第四节里面有这么说 我必用勾子勾住你的腮夹 调转你 将你和你的军兵 马匹 马兵 带出来 又例如 第九节 你和你的军队 并同着你去多国的民 必如暴风上来 如蜜云 遮盖地面 还有就是第十节里面有讲 主要话如此说 都那时 你心必起意念 图谋恶计 最后的 在二十节里面也有这么说 主要话说 我必命我的珠珊 发刀剑来攻击歌格 这些经文 刚才也是和大家分享了 从经文里面看到 神仍然是那位 掌握世界 主宰万有的上帝 为圣 正如第十六节里面有讲 活后的日子 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 到我在爱帮人眼前 在你身上显为圣的时候 好叫他们认识我 另外 二十三节里面有说 我必显为大 显为圣 再多过人的眼前显现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黄华 由歌格领导的不方侵略者来攻击以色列地 然而他不能够胜过神的力量 神要保卫他的百姓 惩罚敬 惩罚敌军 目的的就是让列邦 认识 耶黄华的名为圣 神 容许一些的事情发生 或者这些的事 会带来痛楚 难受 但 这个的背后的目的 就是要让人 去认识神 神的威权 和荣耀 是不可以轻视的 倘若那些作恶的人 能够知罪悔改 归向神 主耶稣必拯救 最后透过经文 十一十二节 我们学习 随时随地都要警醒 并防范敌人的攻击 经文表示 歌格的战争 将要发生在以色列 归回故土之后 他们重建家园 生活平静安日 因而失去戒心 毫无顾虑 爱敌入侵的可能 没有建筑成场 保卫国土 因此让仇敌 有机何成 同样 今天的信徒 仍然要仰望上主 警醒祷告 不要只顾念地上的事 沉睡在安日的环境之中 应该要依靠上主 去面对恶者 每日的攻击和挑战 只要坚定依靠神 他必为我们争战 得圣者是耶皇话 我们同心讨告 感谢主 你深深知道 我们今天所遭遇的 我们仍然要相信 主你在掌权 但愿世人认识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度降临 福兴你的子民 内心等候 转心仰望 得胜之日的到你 以上祈祷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